谭永林与刀狼 由于当时刀狼所在的公司太下 无法让刀狼的音乐版权得到保障 所以谭永林就直接将他安排进了环球唱片 不仅如此 就连当年刀狼的腾名曲 2002年的第一场曲的MV 也是谭永林帮着拍的 而面对这位比自己大整整20岁前辈的特殊照顾 刀狼一时间不知所措 谭永林诚恳地向刀狼邀割 于是刀狼将披着羊皮的狼送给他 而看到刀狼如此低调和腼腆的样子后 谭永林对他更是大为喜爱 随后便直接邀请他 跟自己登上了2004年的红看体育馆 可让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戴着鸭绳帽 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一张口 居然直接将西域荒漠的风沙吹遍香港 然而这仍然只是刀狼实力的冰身一脚 就在谭永林为他打开香港市场的八年之后 刀狼也到红看体育馆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 而为了给观众和歌迷一个惊喜 他还偷偷地准备了一首变样的灰色轨迹 要知道在这种舞台上 一旦唱啥嘛 可不仅仅是挨骂的问题了 但刀狼却硬生生扛住了这些压力 因为90%以上的上作率已经说明了一切 谭永林对刀狼青睐有加 变身他的谜定 李宗盛监制刀狼的专辑 就连身为中国台湾传奇大浪的李宗盛 都主动找到刀狼 并且免费为他的新专辑 《喀什格尔的胡扬》进行监制 罗大佑关注并赞赏刀狼 当他一开始我们就说说 你的歌不是像女生 只红那么两三年 就是可以说十年二十年 而且跨年龄的 我们又比他们大概大 大个十来岁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不只了 我就比你们大不只十来岁 二十岁 所以我就觉得 包括就像那首童年 我们小的时候就在唱 还有这个什么光阴的故事啊 你的样子 还有什么也把和有春天 这个我觉得真是你应该 值得骄傲的地方 有很多写歌的人 他很自我 那你会去听别的什么 现在很流行的东西啊 新人的东西会听吗 现在比较少 我大概没有听音乐 没有听流行歌 就是市面上流行歌 大概有 大概有几年呢 像SHE的你会听吗 吞斯 刀狼 刀狼听 刀狼你听过 我当然听过 刀狼他最 最好的地方是他 他生来就是唱歌的嗓子 声音线太好 他可以对 他可以把唱歌呢 唱得像讲话一样 但是旋律还在那边 对他当场唱歌的时候 他收音的尾巴很重要 最后那一下 音掉下来那一下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 虽然从爆红到至今 刀狼已经连续15年 没有怎么露面 还是在幕后制作着 自己想要的音乐 但属于他的时代 并没有过去 而是正在到来 新加坡音乐教父许桓梁 赞赏并期待结识刀狼 大家好 我是音乐人许桓梁 我们刀狼在楼沙海市以后 点阅达到一辈都 一个全世界 你整个音乐人 怎么评价刀狼 这个写得太牛了 然后接着我就 就开始要学唱这个歌 我算开始 老师怎么算 老师好像算不对 后来发现 原来他七拍的 七拍的歌 七八拍的歌 我就觉得对这首歌 就非常的佩服 我就开始不断的安立这首歌 给周边的人 说我们得听这个歌 这个歌太牛了 八七拍的歌 都写到这么好听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后来呢 我就看到抖音上 有看到他的那个背首 他背首 他有些访谈 他说 其实 他从他口中说了 说这个刀狼老师 对七八拍的歌 情有独钟 这不是他第一首 他其实以前录音的时候 就弹过很多首 刀狼歌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 从头就感叹 很多时候 大家对一些音乐人的 一些很惊艳的作品 都以为他是天才 其实不是 其实他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的 而且不断的去实验 不断的去实验 到这首歌的时候 才变得特别好听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对年轻音乐人 我觉得需要有这种概念 包括他这一次的 比方他编曲上 是用一些音词 比如说 复古的那种 弱的电钢琴 这种东西 包括他的管乐的用法 我都觉得是 特别可圈可敬的 所以这个 你都是大四级别人 我觉得是这样 我倒觉得说 从他 就是十年前的 这个2002年的一场大学 那一场大学到现在呢 我觉得 其实我从他作品里面 音音电钢琴 我也很认真听到他的序曲 序曲我也特别喜欢 我觉得可以看得到呢 呃 因为我本身不认识刀朗 大概有一天 希望能够 可以 可以 一定可以 可是我从作品里面 我可以感受到呢 这十年呢 其实他是做了很多沉淀 很多思考 很多的探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也是给 持下这些所谓比较急躁 或者比较烦躁的年轻人的 一个 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示范 就是说 那时候我们可能 呃 就像今天下午 我们在 串通讲课的时候 一个同学问的 一个问题说 老师如果我们 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们追求艺术和市场 到底怎么平衡 我说你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你 你可能觉得现在市场 不是你喜欢的嘛 我觉得这没毛病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 如果你觉得现在市场 不是你喜欢的 那你努力做出一个 更牛的改变市场嘛 我觉得刀狼呢 就做到 嗯 市场 是 相较于一贯严格的标准 许敬青对刀狼 竟然给予了高度赞赏 他认为 刀狼是一个天才 不仅在音乐创作的创造力 和感染力上 有着独特的表现 同时在舞台表演上 也展现出了 令人惊艳的艺术魅力 这一评价 引发了诸多观众的 惊叹和思考 刀狼的曲怎么样 我给你 我给你这么说 刀狼是中国 做曲界的 一个天才之一 是不是 有人说 他应该加个罪字 那有人应该加罪就罪 他是很有天才 他的旋律呢 他美在这 美在哪 美在美 他这个美 属于他自己 给我的美 跟别人写的那个美 不一样 所以 刀狼是个天才 这个爸爸 谁拉出来跟天才 刀狼是比都比不了 比不了 没法比 当然没法比 所以这是一 人家刀狼的词 那是有很高的文学水平的 所以 刀狼这个人 我认为是不得了 富林 中国著名词曲作家 教育家 演奏者 音乐制作人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作曲 国家政府专家 钦贴享受者 刀狼是 应该是2000年的 一个歌坛的代表人物 英雄不问出处 因为刀狼 他明显通过他作品 所有的表现 手段 你会看到他完全不是这个圈的人 但是他做得很出色 他的浓烈 他的力量 他这种男人味道 所以我还是觉得刀狼的生意很好 他制作可能都没有大工业生产的那样精细 但恰恰他这个 他是小成本的制作 他获得了极大的唱片的那种市场的份额 所以很多人觉得 有点甚至瞧不起啊 或者有些议论啊 我觉得不要这样 他是有根的 把流行和民族民间音乐加在一起 我认为他是2000年代之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千万不要忽略他的音乐 希望中国的歌坛呢 有更多的 这种有个性的音乐存在 朴树演唱会上大赞刀狼 谁说支持刀狼的都是不懂音乐的普通人 朴树在演唱会上对刀狼的礼听 证明了刀狼的真正实力 9月3日 朴树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突然提到刀狼 并且将粉丝力见 偏偏言语间都是对刀狼的欣赏 要知道 朴树一向是圈内最不喜欢说谎的明星 他可以在节目录制到一半时 就不顾所有人的感受 直接下台回家睡觉 歌唱节目中 被问为什么愿意出面录制 朴树的回答也毫不避讳 一个如此耿直且真诚的明星 对刀狼的评价绝对发自肺腑 而让一个本身就话不多的明星 当中夸赞刀狼的音乐 也能看出两位音乐人的惺惺相惜 要知道同位音乐人 很多明星对刀狼的评价并不算好 有人说他的音乐不具备音乐性 有人说他的音乐只适合垃圾桶 但论口碑和歌曲的传唱度 这些明星的作品却远远不及刀狼和朴树 而事实上朴树也并不是音乐圈 第一个夸赞刀狼的明星 此前殷杰主席傅林就曾专门制作过 一期视频评价刀狼的音乐 言语中也同样对刀狼止不住的欣赏 正是因为刀狼的能力太强 所有的创作和制作都没有依靠别人 完全颠覆了以往唱片界的模式 所以才会受到很多人的打压与排挤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优秀 而大张伟对刀狼的夸赞则更为直白 他直接表示 刀狼是自己父母最崇拜的人 一方面是这个 一方面能见到刀狼老师真的 刀狼老师能见到和不容易这事 你们可不知道 我妈我爸 打心眼里一听刀狼两个字就疯了 你知道吗 这一辈子谁也没崇拜过 就喜欢您 港台音乐人对他的欣赏更是毫不掩饰 谭用灵找他邀歌 罗大又直呼欣赏他的音乐 李宗生为他制作专辑 能用音乐符获这些乐坛大佬 刀狼又怎么会唱 其实尽管刀狼这些年在内地乐坛饱受打压 但事实上 真正的歌唱界对他的评价却从来都不算差 他的专业能力绝对不容小觑 你可以质疑他的听众不够高端 难不能否认刀狼的才华 而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唱歌的人 才是大众真正该支持的明星 那些看不上普通听众 却又忍不住割韭菜的明星 早晚会有被反噬的一天 恩氏秦旺东对刀狼的评价 他是音乐为生命 秦旺东评价刀狼 音乐就是他的生命 刀狼能走到尽尽 音乐是他的生命 生命是他的诱惑 我曾经给方向 对我的学生留作 特别是我在新疆 带云朵到新疆去以后 刀狼出了吃饭 那就是音乐 那么此外就是音乐 滚石评价刀狼 他是中国音乐的象征 世界音乐权威杂志滚石 对刀狼评价非常高 称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一位不断探索和 和突破的音乐人 一位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先驱 还把刀狼的新歌《罗沙海士》 列入了2003年最值得听的 50首歌曲榜单 给予五星好评 《鬼石》 英国BBC电台 法国费加罗报 日本NHK电视台都认为 刀狼是一位有者 独特魅力和才华的歌手 他的新歌《罗沙海士》 兼具艺术性和普遍性 值得所有人聆听和学习 各位大家好 我是何一周 欢迎收看一周国学 很多人经历于 刀狼先生三哥聊 在作品的文学成就 而很多人都忽视了 刀狼先生三哥聊 在作品的思想高度 很多人注意到了 刀狼先生三哥聊 在作品的人文关怀 却又忽视了 刀狼先生作品的家国情怀 当你真正读懂了 刀狼先生的猪耳 真正读懂了静听 真正读懂了偏偏 真正读懂了路南科 真正读懂了未来的底片 等等伟大的作品 你才会真正地明白 刀狼先生是不试出的奇才 三哥聊哉 则是传世的经典 什么叫做不试出呢 新唐书韩玉传记载说 每言文章 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 刘相杨雄后 作者不试出 不试出的意思就是 几代几世都很难 再出这样一个人才 刀狼先生 举起三哥了哉 都可以说是 不试出的 混沌的环球浮躁的世界 导演们不择手段 诱惑众生陷入无底的深渊 狐狸绞尽脑汁 长牌弄牵 幻化人寰 演员们极尽所能 撩拨人性丑陋的闭面 欲望张开血盆大口 吞噬世间美好的情怀 人类熙熙攘攘 醉身梦式 及时行乐 陷入危机四伏的极界 初心和理想 变成掩面行走的 卑微的鬼怪 而刀狼先生的三哥聊哉 是这个混沌的环球 浮躁的世界里 音乐版的道德经 音乐版的金刚经 音乐版的孟子 音乐版的庄子 音乐版的醒世横言 遇事名言 谨世通言 既说人间悲苦 以讲家国情怀 既有金刚落幕 以有菩萨低美 既有大丈夫的气概 以有悲天名人的情怀 刀狼先生是一个诗人 也是一个责任 是音乐家 也是艺术家 然而更重要的是 刀狼先生 他属于人民 刀狼先生 《三哥聊哉》里面的新歌 除了少数几个平台以外 整个互联网完全炸裂 横扫千军 播放量的惊人 然而污秽不堪的娱乐圈 近若寒蝉 但人民支持刀狼的热情 排山倒海 刀狼先生及其《三哥聊哉》 在当今的音乐圈是断层式的 降维式的存在 霍国殃民的娱乐圈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资格 评价先生及其作品 音乐圈几乎全部没有资格 文学圈一部分人没有资格 哲学圈有一部分人有资格 但哲学圈的人好像都兼莫不严 有人会问了 那你是属于哪个圈 对不起 我哪个圈都不是 我也只是一朵自由行走的野菊花 在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 我是一个从不追心的人 我仰望天空 缭遥的天河里 星光暗淡 那里仿佛有一条神奇的流水线 我看见一颗颗流星 从那里批发到人间 众生膜拜 幻化人寰 而有一颗沉浸明亮的恒星 它在北斗的旁边 它照耀我的理想 它回应我的孤单 因此我愿意与它一起呐喊 我们都是沧海的遗族 我们都是一群活得执着的人 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之一 有可能是我对刀狼先生三哥聊哉的深度解决 至今刀狼 昨天那个汪老居然给刀狼打了93分 你是在给刀狼当导师吗 我呸你也配啊 人家刀狼无论是从人品 从格局 从凶化到专业 都是你们的导师了 你还在这里装着给人家刀狼打分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是谁 你不是专业吗 你不是音乐人吗 你的流量在哪里呢 你给人家刀狼打分 就像中学的物理老师准备给爱因斯特打分 不知道你昨天是在肯定人家刀狼呢 还是在炫耀你自己呢 承认刀狼这些年一直在音乐上探索 又说人家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 不知道你是在承认刀狼的努力和天赋呢 还是说刀狼的成功有运行因素呢 感觉你是在羡慕基督恨啊 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西海情歌无论何词曲演唱还是意境 都是流行音乐的天花板 那是永恒的经典 告诉你吧 人家刀狼就是比你乐界好 就是比你有才华 就是比你有实力 因为人家刀狼人品好啊 刀狼是先做人再从意 得意双全 你懂不懂啊 你的作品没有流量 生命力又不长 是因为你的人品不好呀 请先给你自己打打分吧 那次还想你自己 检讨一下你自己吧 什么玩意儿啊 我不话得罪他们 毫不客气地说 如今的娱乐圈 甚至包括整个文学艺术界 99.9%都是捞钱的艺人 或者叫做名利之徒 能称得上艺术家 文学家 歌唱家的 大概只有0.1% 甚至连0.1%都不到 可以说凤毛麟角 刀狼算是一个 其他的还有谁 大家说 再往上啊 那就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目前来看 反正现在都没有 边都不沾 能沾上大师边的 也只有刀狼 大师这个称号 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简单地说 就是要有具备 经得住历史考验的 两个品 那就是人品和作品 假如这个人在去世50年 甚至100年之后 人们还把他的作品 还把他的人品 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放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上 那么这个人 就是名副其实的 大师级的人物 我相信刀狼将来一定是的 在文学艺术领域 能担得起这个文学家 或者艺术家 歌唱家这个称谓的 必须是德意双心 德和意缺一不可 德必须是终身为人楷模 义必须是有巨大的 创造性的建树 只有专业成就 而没有德性 则一票否决 专业再高 挣的钱再多 也没有任何意义 充其量 你也顶多就是个义人 或者是匠人 问题是 现在就连干干净净 本本分分 挣钱的艺人和匠人 也都少见 大多都是团团伙伙 盈盈狗狗 七十道名的名利之徒 普通人 你可以选择低标准道德要求 但是 你要想称家 那你必须具备 以下四个要素 那就是 是非清晰的三观 善恶分明的立场 悲天悯人的情怀 还有 才华过人的天分 这四个可以称家的要素 刀狼一个都不缺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按照这个标准 你再看看 当今的文学圈 艺术圈 娱乐圈 还有这样的人吗 甚至啊 连敢于旗帜鲜明的站出来 支持盗朗 向邪恶亮剑的 目前 好像也只有小沈阳等 寥寥无几的几个艺人吧 没人逼得你表态 去当你的匠人 去当你的艺人 去当你的俗人好了 就像马虎说的 无所屌位啊 但是 你不要打失 什么 春晚没有收视率 嘿 你这样啊 今年春晚你让刀狼上 你只要让刀狼上了春晚 我可以拿脑袋担保 处夕那天晚上 看你春晚的流量 增加不了几个亿 我这向上的人头 你的 如果 你要想再好点的话 那你就让刀狼担任你春晚的总导演 或者是让刀狼担任春晚的音乐总监 你只要这么做了 多了我不敢说 你的收视率增加80%以上 那就跟玩似的 只要刀狼上 我可以肯定的说 初期那天晚上 刷手机的也不刷了 包饺子的也不包了 年夜饭他也不忙活了 一定会早早的守在电视机旁 等待着欣赏刀狼的大手臂 哦 对了 有些人不是说 只要刀狼上了春晚 他就把电视机给砸了吗 哎 春晚那天晚上啊 顺便再来个现场插播砸电视 哎 那你还愁你的春晚 没有收视率吗 欢迎订阅 谢谢 谢谢